四川省成都新津洗脑班因为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的案例 被称为名副其实的恐怖黑监狱 据知情人最近透露 新津洗脑班正是在四川多年的周永康指使省宗志办一手操控的 四川省成都新津洗脑班因为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案例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恐怖黑监狱 据知情人士最近透露 新津洗脑班正是在四川盘踞多年的周永康指使省宗志办一手操控的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 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就不遗余力地追随江格林迫害法轮功 2002年后周永康官升中共公安部长政法委书记 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魁首之一 2003年成都610将一个军营装上大铁门 围墙上装了铁丝网 建立了所谓成都市法治教育中心 成为对法轮功学员暴力洗脑的基地 原成都市康复医院护士长 法轮功学员王明荣 2011年9月被绑架到薪金洗脑班 一星期后被迫害致死 据知情人士透露 王明荣生前曾遭到殴打和野蛮灌尸 遗体变身鳞伤 2009年4月29日 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谢德青被绑架后 被府南派出所警察殴打智商 送薪金洗脑班关押 短短的二十多天后 原本身体健康 红光满面的谢德青 变得骨瘦如财 不成人样 小便失尽 滴水难言 5月27日 在痛苦中离世 他的女儿 儿媳妇也因为修炼法轮功 被当局迫害致死 四川安岳教师 进修学校教师王洪侠 因为修炼被劳教两次 去年6月9日 被便衣警察绑架 但他们向围观的居民谎称 是在抓吸毒犯 家属多方打听寻找 才得知王洪侠被关入 薪金洗脑班 据明慧网报道 薪金洗脑班至今 已经关押超过上千名 法轮功学员 多人在这里被迫害 治疯 残 病 痴呆 死亡 有知情警察透露 这个地方是周永康的秘密窝点 警方也管不了他们的违法行为 新唐人记者月清 李欣欣综合报道